好了,歡迎各位,讓我給你 Hello,大家好,又來到奇案的部份 大家都很喜歡聽我說奇案 因為在我說奇案的過程之中 亦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事件發生的人物 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或者如何查案 和What should we learn 今天這件事發生在2006年3月27日 地點在英國的一個小鎮 叫做Walmash 中文名叫做羅拉馬樹 不如說Walmash 總之小鎮,其實那個地方 在這個3月的時候還是非常非常冷 但是在那個時間,在一個報案中心 警方突然間收到一個電話 有人打電話去求救 打電話去的那個是一個男人 而他在電話裡說 哎呀,你好,警察 哎呀,我的後院那裡 有一個人倒餓了在地下 動都不動,你來看看 那好了,警方和救護員很快就去到 當時這個報案的男人的地點 那個地點就是英國的一個小鎮 叫做奇林克斯路 好,這個現場 當時他看到地下 竟然是睡了一個女人 人形的物體 再走近一點 見到這個女人身上 有一塊啡色的 啡色的東西在他的衣服上面 鋪滿了全身的衣服 但是為什麼會啡色呢? 原來呢 原來呢 那些啡色的東西是乾了的血 乾了的血 有一個血跡在這個女人的全身的衣服上面 但是呢 叫一叫那個女人 但是呢 喂,喂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喂 但是那個女人怎樣都沒有反應 終於那些醫護人員 可以在她身上發現了一些痕跡 就是這個女人已經過世了 當時她身上穿著的衣服 根本是薄癡癡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當時 雖然是2006年的3月 但是呢 這些小鎮的地方 可能是偏去一些比較 怎麼說 偏去一些比較 邊界的地方 即是近海 很冷很冷的 當時是零下四度的 當時見到這個女人的衣服 非常之單薄的 在這麼冷的環境之下 而且呢 看到她身邊旁邊 有很多衣服 散到城地都是 還有沒有多遠 會不會這是這屋 ? 警察要繼續查出來 究竟他 是否凍死呢 穿洶的這麼薄 他們在這麼冰天雪地的日子 這個地方發現原來這個女人躺在地上 她在一個叫做帝王廚房,King Chef King Chef是一間中餐的外賣店 很多人移民,尤其是小鎮最喜歡做這類型的生意 原來報警的人就是King Chef的店舖的店主 而她報案,那個男人當時45歲 2006年時45歲 她有一位中國人叫做譚倫西 即是叫阿倫伯,譚倫西 原來這個躺在地上的女人是誰呢? 原來是她老婆 在警察盤問之下,這位躺在地上已經過世 又來自一個中國的新移民 名叫做何兆媚 冰天雪地之下,為何無端端又是她老婆 又是這個,又認識的 無端端躺在地上 她身上,警察再看清楚些 發醫道場,陳惠珊出場 看見她身上有很多不同的乳痕 燒傷了,皮膚、皮外傷被人打 亦都是有些未遇合的 總共在她身上的傷痕 鋪滿全身,總共有55度 雙手有很多發炎紅腫 臉也好像被硬物打得腫脹了 身體上沒有一處好肉 發醫道場暫時檢驗到這些 到了張條斯放回化驗所 結果就出來了 一些傷痕並不是一次的毆打造成的 而是新舊傷痕也有的 而且時間大約在三個星期之內 即是說這個死者賀少美 她在大約死了之前的三個星期至一個月之內 不斷地重複遭受到一些硬物 或者利器去打擊她的身體 加上是有用火燒的 舊傷都還沒好 有新的傷痕又蓋過了舊的傷痕 總共整個身體的傷痕有55個 但沒有一個是致命傷 為甚麼呢? 讓我先脫下衣服 我剛才開完這個暖爐 我現在關掉了 但我穿著一件羽絨 好的 等下 哈哈 喂 好 繼續 喂 跟著呢 當時呢 就是 法醫指出 在這麼多的重傷之下 並沒有找到一道致命傷 那顯示甚麼呢? 即是說 如果你一刀插死它 你都說找到致命傷 但是重複重複 在這一個多月 或者三個星期的時間 重複有這麼多的傷口 即是說 打它 拳拳打下去 隨隨打下去 都不是致命 即是為甚麼呢? 慢慢等它折磨 慢慢等它傷痛 很痛很痛地受苦 再加上 在這麼凍的地下 就跌了在地下 亦都是過身 而且是這麼凍 但是呢 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很薄的 那麼好了 警察覺得非常之不尋常 那麼 原來呢 就調查他 他就是剛才所說的 新移民 而他當時呢 就是25歲的 他是來自中國的廣州 但是呢 即是廣州人是說廣府話 聽得明廣東話 但是呢 就不懂英文 當然 他們的警方 亦都是問附近的鄰居 得知他究竟 是不是在這個 譚倫西的皇帝 即是King Chef 這間外賣店 打工的 是不是員工來的 這樣 然後呢 那些警方 收集了一些 店舖裏面的人的證供 亦都是附近的鄰居 所以呢 突然呢 原來呢 這個女人呢 是一個 譚倫西的老婆 來的 而且呢 那個譚倫西 就被警察問話的時候 他說 喂 為什麼他被人打成這樣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的臉都腫了 然後呢 就問他 你是不是 就是向他虐待 這樣 好了 這個譚倫西 他就向警方說了 他說 賀少薇呢 他就做清潔 他平時的人是很開心的 這樣 那其實呢 那些街坊呢 就是告訴警察 他都真是一個這樣 就是做一下清潔 平時經常都笑的 的人來的 但是呢 也都不知道 原來內裡有些員工就形容他 那 員工 即是這個King Chef裡面 就再問得深入一點 這間外賣店 他的祭遇是怎樣呢 原來他是一位 廉價勞工 也不止 因為呢 他還說 原來他欠老闆 譚倫西呢 是成兩萬個英鎊 喂 要在這裏做奴隸的苦工 去幫他 幫自己還錢給他的老公 哇 他還說 天下奸 哪有這樣的事情 那個是你老婆 來的 再加上 你都沒有給他人工 但是還反而道欠你 兩萬英鎊 然後再在這裏做打雜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哦 原來這個譚倫西 他呢 就是 四十多歲 他也都 除了這個老婆欠債之外 最關鍵是一件事 為什麼周身傷痕 警方慢慢就查到 原來這個死者 何小薇 是一位弱智人士 他的智商 經過周圍的鄰居訪問 他智商只有十二歲 一個小妹妹的智商 哎 但是呢 其實呢 為什麼兩個人會走在一起呢 原來這個 兩個人在2002年的時候認識 這個 本身這個譚倫西 當時是有一位的女朋友 非常之親密的 就叫做Kelly 兩個人當時是同居 並且為這個譚倫西 是生了一仔一女的 但是呢 他們是因為不夾 就不時吵架 這個女仔 Kelly 就跟他分手了 並且是帶了一仔一女 帶了一仔一女 就離開了King Chef 這間店鋪 就剩下一個譚倫西 一枝公 有時候男人都會寂寞 尤其是你做飲食業 有時候要落下場 那些時間比較苦悶 除了勾春袋 都是可能想救行 可能想治人 突然想起 不如我回鄉 娶老婆回來幫幫我 並且有人讓她 吵吵她 sorry 餵飽她的鳥 那些 好了 就說回 在2003年 因為案件發生是2006年 說回案發之前的三年前 即是說大約2003年左右 她自己就去中國 去自己的鄉下 經過親戚介紹 就介紹了這位 只有12歲智商的何少美 而這個何少美 家庭之中只有一個女 由於她智商只有12歲的程度 所以讀完初中後就沒有再讀了 就曾經在美容院打工 在美容院打工 但是她們記得當時初相識的時候 經過朋友介紹 這個譚麟犀覺得 這個女生挺順口 又不懂得搏嘴 12歲的女生智商 不太懂得搏嘴 有時可能會哄人開心 天真無邪 但是她認識了三個月之後 閃電就結婚了 三個月就搞定了她 過了一年之後 這個何少美 她立心跟她老公 嫁雞隨雞 想跟她老公去英國小鎮生活 由於這兩個人又結婚 又想移民 但是她沒有跟家人商量 她自己決定 12歲智商的女生 她自己終身大小 她父母本身不贊成她嫁到外國 為什麼呢? 她又不懂英文 對不對? 她老公當時是四十多歲 她自己只有二十多歲 但她智商只有12歲 父母當然會擔心 擔心你會否適應到 但是她不理太多 言語不通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她滿足到餵飽她的老公 那時候愛生愛死 但是事情有沒有這麼簡單呢? 其實這個譚倫世 娶了她去英國的時候 並沒有當她老婆看待 只是當她好像一個免費的勞工 幫她在餐廳打掃一下 做清潔工 抹一下窗 或者外賣應該是沒有份的 這個原本可以做仕頭婆 但是她不懂 12歲小女兒 怎麼會想到男人去找她笨 她又不懂英文 可以去哪裏 所以有些人很奇怪 就是跟一個陌生的男人 去到一個這麼遠的地方 好了 但不要緊 關你鬼事嗎? 是不是我們外人 一個怨打一個懸崖 總之她兩夫妻 日頭幫她做的 晚上在床上 她不就招呼她 有時候是這樣的 原本這樣的生活 都叫做 就算她幫她打工 沒有所謂 因為有時候女兒 諮商有怎樣會投訴 原本好像都可以 叫做過一下日子 有飯給你吃 有地方給你煮 但是呢 唉 哪有這麼簡單呢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談論西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她以為呢 之前她的女朋友 Kelly走了 但是呢 現在她在內地 就娶了一個女人 諮商有些問題 任她洗的 任她洗 但是她都滿足不了她 總之她就在當地的專欄裡 刊登精友的廣告 認識了一個 29歲的 叫做劉秀華 自從劉秀華 劉秀華 劉秀華 曾經在Manchester 做過一個教師 在廣告裡認識了這個 譚倫西之後 他們就發展成為一個小三 因為她本身跟這個 何少薇 還是有夫妻關係 沒有離婚的 好了 但是呢 這個 由於她的老婆 就是弱智的 所以就算 這個小三 劉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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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進去 跟她一起住 無所謂 叫做 一屋兩妻 如果正常女人當然不行 沒有鞋玩劇 你看看Kelly已經知道了 看到當時 這個二十多歲 二十九歲的女教師 當然是思思文文 但是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一個壞人 跟她的學歷是無關的 有時候可能讀得多書 或者知道如何避法律 去操控人 這個 曾經當過老師的劉秀華 做了她的小三 搬進去 和何少薇 還有譚倫西一起住 好了 這個才是倒火 大家還記不記得Arianna Arianna 即是那個 盧少彤 即是虐待的工人 其實她們的方法是差不多 繼續聽下去 好了 我們繼續說 這個 她想著 原本 用不用偷偷摸摸 住在這間屋 不用的 因為她搬進去之後 這個女人心地非常不好 就算連這個弱智的女人 她也是起了個妒忌心的 開始覺得妒忌 其實是指指點點 但日子久了之後 有時可能覺得 你不要給他飯吃 對他這麼好做什麼 這樣也很狹躁 人家幫他做事 給他飯吃 很基本 但是她曾經教書 的劉素華 都看不過眼 覺得跟他爭重 所以慢慢 一些恐怖的事 隨之發生 劉素華 不斷地對這個弱智的何少美 不斷地施加暴力 向他虐待一連串的酷刑 例如隨手拿起便打他 分別包括銀館 水喉通 掃把棍 鐵鍋 鑊 各種的餐具 例如叉 刀 匙羹 非常之恐怖 連釘也有 還有自製一些 狼牙棒的木棍 例如木棍裏面 插了一些釘 但是那個釘 就是尖出來的部分 就是當一個狼牙棒 大家知道狼牙棒是怎樣的 所以將它折磨 而且是講那個程度和密度 在他這個劉素華 即是小三 在他發覺自己懷孕的時候 之後 他更加變本加厲 將這個弱智的何秀眉 打到遍體鱗傷 但是這個這麼慘烈的事件 一屋兩妻 但是你說那個男人 譚倫西 他知不知道 全部都知道 但是從來都沒有阻止過 並且有些員工說 他是隱瞞這個小三 虐待何秀眉 原配的事實 但是這個 譚倫西 警告那些員工 你們看到 你不准出聲 不准報警 否則你沒有了份工 這樣 即是有些幫兇的成份 好了 這個 2006年的3月26日 劉素華 就是他丟了一隻寵物 病 因為這個寵物病了 並且把何秀眉 趕出門口 一起把他隨身的物品 比如說衣服 物品 鞋褲 底褲 全部把他丟出窗 即是家裡外面 有得他自生自滅 還要在這個當時 寒冷的天氣是零下四度 而這個 即是怎樣說 去到第二天 即是案發那天 3月26日 好了 他丟了他出去 去到第二天 劉素華就發現了 何秀眉還在那個公園 即是店舖外面 咦 但是沒有了 斷了氣 那當然斷了氣 那麼冷 冷死了 對不對 這些 即是 萬聖自殺 他不是一刀刀插你 他是等你很多傷口 三個星期以來 不斷地生舊的傷口 並且被他穿件很薄的衣服 丟他在屋外面的花園 他發覺他沒有了 斷了氣 他突然間害怕 但是他惡形惡上 立刻就找他這個 什麼 譚倫西商量 兩個人 並沒有把他的屋子埋了的意圖 但是這個譚倫西 就想不到有什麼辦法 卻用了一個非常愚蠢的辦法 就是怎樣呢 抓傻地打電話去999報警 並且跟警察說 我發現了我家裡的花園有一個女人 跌在地上沒有反應 我相信這個世界沒有人蠢 一直以來三個星期 看到他的小衣服如何虐待他之餘 不是即時打他 是三個星期來 來虐待他得出的 所以就變成啡色 衣服上的血跡 好了 他假扮說 哎呀我在公園被發現到 有一條 即是 有個女人在花園沒有氣 警察 喂大哥 好2006年 那些科學鑑證 CSI已經出了 即是你要查案的話 很多不同的科學鑑證 未必好像現在這麼先進 但要查你的那麼容易 真是蠢子 對不對 好了 他說這個屍體 就在家裡的後花園發現了 當時的警察就看到這個 即是回到第一幕 看到這個女死者 就是周身傷痕的 已經可以知道 她曾經受過長期的虐待 就算不用是陳惠珊到場 都可以告訴你 陳惠珊 In case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自己很喜歡陳惠珊 所以其實陳惠珊只是一個角色 我讓你們容易想到她是一個法醫到場 當然一看就知道 劉秀華的小心 和這個譚倫西 一定是覺得很快 以警察的查案經驗 當然是和你這兩個人的貿易有關 所以很快就把這兩個人 就拉了去警察 並且問華 因為他們並沒有什麼隱瞞 竟然劉秀華對他虐待的行為 是直認不為的 是呀 是我打他這樣的 但是他為什麼可以這麼理直氣壯呢 他就在藉口說 這個劉秀華秀媚 是威脅要殺死我 這樣 因為我現在有了一個寶寶 他不抵得我 所以他想害我 所以我才自衛 只是和他大打出手 全部推到一個已經死了的何秀媚身上 就說他怎樣想害他的胎 這些是謊言 警方信不信呢 就繼續聽下去了 好了 這個何秀媚 他只得十二歲的智商 又怎會有這樣的意圖 說妒忌你 然後害你的胎和你呢 喂 你兩個人都是 我不是 你曾經教過書 有沒有那個思維差成這樣 對不對 思維我覺得沒問題 但心理是有問題的 好了 警察就知道 你不斷說 你說我就相信 就好像梅啟明 你說告電影公司 現在去哪兒啊 梅啟明 對不對 你說告就告得入 對不對 好了 所以我和你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 怎樣去分解那些人 哪些是真話 哪些是假話 而這個 警察也是很清楚理解到 這個劉秀華 她說到是大婆去妒忌她的 其實你講 你講給別人聽 就是 變成了 你把罪名是你自己做的 但你是加害於這個已經死了的何實笑媚 並且知道 那些警方也是 蛛絲馬跡 知道這個 譚麟西 是應該知道這件事的 但多次在這個現場 看到她這樣打那個大婆 但就沒有阻止 亦都在06年同年7月12日 兩個人就上庭 因為這件事是當年的3月發生 那好了 何麟西在庭上就指 這個劉秀華 劉秀華 劉秀華 就是小三 叫小三 小三就很生氣 在她施藥的時候 她就不敢阻止 因為她在發脾氣 連我都不敢阻止她 她發脾氣上來 老虎 那樣 好了 但是 她說 亦都被當時辯護律師 說她 是不是掛著偷情 所以不敢去監控 這個情婦 這個小三 當時庭內的人 譚倫西給人的感覺 就是覺得她是懦夫 那個女人打令我 那個女人 你都不敢出聲 你是混蛋 你是人 好了 這個劉秀華 就被控以謀殺罪 而且極力否認 你不認的話 你不先先認罪 所以說你沒有悔意 如果真的罰你有罪 你是罰得更加重的 她不認 她有殺人的意圖 只不過是覺得 這個女人妒忌我 現在有寶寶 所以她就害我 所以我是出自一個智慧 但是她自己承認 是長期虐待過何少美 但是她自己說的理由 她當晚趕去離開家 因此被判誤殺或者傷人罪 判了九年 但是至於這個譚倫西又怎樣 其實她是違反了在英國設立了一個 在2004年家庭暴力和犯罪 和受害人法的法例 條例的原意是為了阻止家庭暴力 為什麼呢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英國人英國鬼很喜歡喝酒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的話 他們很喜歡很短時間 下午開始已經喝酒 所以很多家庭暴力的數字 所以就突然有這條法例出來 保障家庭暴力 她說以免造成弱者嚴重的受傷 但是用了這個條例 受害人都已經過身 法律只能夠對她作出少許討回公道 但是未能挽救死者的性命 尤其是在這個事件裡 何秀薇也是一個弱智人士 雖然譚倫西 即她的丈夫 並沒有把她直接弱打 但是袖手旁觀 你覺得有沒有罪呢 這個條文對於這件事 早已寫得很清楚 導致或者容許死亡事件發生 痛肅有罪 而譚倫西的行為 明顯是容許她的小三 向大婆施虐 所以她最終被判六年的監禁 這件事成為了英國一個案例 第一個入罪的人 但凡她第一次判了 日後可以拿回 即是在法庭 第二些案件 可以拿回這些例子出來 做一個案例 兩個人服刑到一半的刑期之前 不准獲釋 而這個黑心的小三 她即時聽到判決後 在庭上大哭 由於需要由三位女職員押走 事件另一個很可憐的 就是她肚子裡的BB 而這個事件未完全完結 為什麼呢 這個何笑眉 她只是一個弱智的少女 其實她在鄉下廣州 是有個 因為她是獨女 你記得嗎 她爸爸媽媽 聽到這件事之後 當然很傷心 女兒原本已經反對她嫁去英國 現在她堅持幾件 即是說也不聽 有時你說她弱智 但問題是說 十二歲的小女兒 也會扭手 或者會反叛 我父母當然知道這個事件之後 非常傷心 現在差不多了 我多說幾分鐘 我就要去打馬 不 要繼續說下一段的 娛樂新聞 OK 繼續說完 然後我父母 其實那個爸爸 本身患了肝炎和腎病 本身體力不能夠飛到英國 但勉為其難 她就由她死者 何小薇的媽媽和姑媽 申請到英國奔喪 但又不是很夠錢 很想把遺體運回家鄉 叫做不要嚇死異鄉 叫做有人拜祭你 但由於她們不夠錢 加上在英國駐廣州領事館 當時是多回阻撓 因為怕她們過去賺錢 停留了 偷渡 待會又不回來 多回阻撓 所以是一拖再拖 另外她們由於遺體運送方面 是有困難 就想著希望 就算我們過不了她 也希望在她的屍體上 剪了頭髮作為一個紀念 並且將她火化 將骨灰帶回廣州 但多多阻滯 因為英國駐廣州的領事館 並不是那麼幫助 幫不了她 幸好當時有一位英華聯會長 一直對聖河這家人幫助 叫做催老如貴人 承諾在基金撥一些款項 去支付聖河這家人的路費 讓她去到聯會派出人去接她們的基金 並且安排住宿或協助她們翻譯 令到英國當局沒有藉口阻止 終於可以遠與常 把她的骨灰運回廣州 叫做不幸之中的大幸 事件到這裏差不多完結了 你說What should we learn 就是 如果你家裏有些年青人 又或者這個案子是成年人 二十多歲的 但她的智商 我相信若智遇到一個 在外國謀生或移民的人 回來鄉下娶老婆 其實很多在海外的人 特意回鄉下娶老婆 然後回去美國和英國 這些情況不少 很多 但問題是 如果是一個很年輕的 老筍都未生存 甚至乎這個案子 你說 你嫁到外國 你想回到外國 嫁在同一個地方 嫁在鄉下 你說有時和我老公吵架 你說可以回外家 但嫁到這麼遠的話 其實我身邊認識一些朋友 她嫁到外國 初途老公覺得 只要你都逃不掉 我手指 對她不好 誰知道我朋友 不斷地讀很多學位 令到自己 我就算離 跟男人說 我就算離開你 我自己都 找到一口吃 自從他讀了很多書 之後 男人真的不敢小看他 而且開始 大家平起平坐 互相尊重 感情慢慢就康復了 我覺得是這樣 你說WhatsApp Relearn 如果你說 好像當晚 Sugar 他是一個很幸運的例子 不過大部分的情況 我覺得 都是找回一些 跟自己夾 趁我 我不敢說 我為什麼敢說趁 說夾 你能否溝通到 我不是說 學歷很懸殊 是溝通不到 而是說 你真的找到一個 你真的跟他聊天 你才好 跟他開始 這個 What should we learn 另外 看久一點 你才跟他開始 那個男人 根本 三個月 就跟他在內地結婚 就算你不要說弱智 就算是正常的 你沒理由 認識那個人 三個月 就跟他結婚 然後 跟他一起去英國 跟他 以後 他欺負你 你哭 怎樣成 他對你不好 你都沒辦法跟我說 好了 我不知道 你們究竟 What should we learn 或者我的看法 未必跟你們一樣 你們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究竟在這個 case study 裡面 這宗真人真事的案件 你們可以體驗到什麼 或者你們有沒有試過 大家來試 希望你們不要試這些 另外就是 人利香戰 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人生路不熟 你自己要好好裝備好自己 OK 那我們去到這裏